10月30日,神舟19号载人飞船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同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介绍 神舟19号载人飞船此次装载的货物是历次神舟飞船发射以来 体积最大、数量最多、重量最重的一次 我们的轨道舱的这个状态进行了一些这个设备的优化和不绝的调整 可以让它装的更多 相比神舟18号任务 神舟19号飞船装载的货物体积增加了20% 重量增加超30% 那么神舟飞船如何实现扩容 这一次增加阵量 有些设备就是升级放贷了 现在上半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能源系统 升级放贷了以后 它那里电池就比原来的电池轻 就是它的能效更高了 比如说原来现在三块电池就会离点绵了六块电池 所以它那个阵量就会减少 所以整船的阵量就是说可以运来更多的来运送物资 陈同祥表示 在体积上为了装载更多物资 设计师对神舟19号飞船轨道舱进行了布局调整 比如将原来散放的物资归制在一起 腾出更多可利用空间 也要发挥这种设计师的创新的想法 同样的一些物资 有的人家里就搞得很干净 搞得很规整 有的人家里就很多 但是以后在天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轨道舱脏得满满当当的 好像就是没有一点多余的空间 就像他们一样的平衡 我可以做的 很多人能做的 我可以做的